好 最先的消息来看到普发现金6000元 今天开放线上登记 今天是由身份证的尾数0跟1的民众最先开始登记 目前登记的情况如何 我们要请记者陈立安告诉我们 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 普发现金6000元在今天上午8点整开放线上登记 登记的前5天采取分流方式 今天由身份证尾数0和1的民众最先开始登记 23到26号会依序开放其他尾数的民众登记 我们今天早上8点整实际测试 目前网站是顺畅的 提醒民众除了要备妥身份证字号之外 还需要健保卡号以及金融账号 以上现场最新情形将时间镜头还给棚内 主播 行政院会在上个月23号通过了3800亿特别的预算 在普发现金6000元的部分 编列了1417亿元 领取的方式有5种 包括了哪一些呢 包括了登记录帐 最快在4月6号就可以领取 那第二个呢就是ATM的领取 最快在4月10号 还有就是大家比较方便的是 邮局的提令最快是在4月17号就可以领取了 那么如果是呢 用这个登记录帐的部分呢 从今天开始 那么是以身份证的尾数来进行登记 好今天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是0跟1 那么明天接下来是2跟3 那后续呢依序是这个跟着日期一起往后来 然后到了3月27号的时候呢 是不分尾数的都可以登记 那登记的时候呢 除了本人之外 当然也可以带领人 但是要带了几个东西 包括了身份字号或是拘留证号 还有就是你金融机构的账号 发放对象的健保卡号为止 好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有中共有五种的方式提供民众来选择 可以上网来登记 但是呢我们看到 其实呢6000块钱还没有发 就之前出现了钓鱼网站了 已经有例行领取的 当我们刚看到除了你登记录帐之外 那么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有这个例行领取政府津贴或是年金者 就可以不用上网来登记 那么这个是最快的4月6号就可以直接的入账 还有就是3月20号到3月25号像派出了登记的话 那么就是有特定的偏乡的造册的发放 最快也是在4月6号就可以领取 但是我们刚刚说到6000块钱还没有发出 就已经出现有钓鱼的网站 专案小组呢提出了几点的防诈 现在呢包含了财政部财经公司 还有出发布呢 组成了跨机关的防诈专案小组 24小时要来监控侦测可能会有的这个防卫的这个网站 这个时间会运作到10月底 到这个普发现金结束为止 好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的网址就是 6000.gov.tw 好这个网址才是正确的 那现在呢是已经阻挡了有4个钓鱼网站了 好另外呢但是我们都想说 好今天开始开放登记6000元普发现金 但是呢有人就说了蔡英文是不是谎话连篇 治理无能呢 好我们看到呢 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 蔡英文就曾经公开保证 不会缺电 10年之内电价是不会大幅的上涨 但是我们看到 在任内呢电价就涨了大约有22.4% 在过去几年呢每一次都会来一个全台的大停电 所以根本就是在打脸蔡英文政府 还有就是呢人民期待是推动还税渔民 发放6000元的意外之财 但是呢有人就说了这实际金长线的薪资 这个年减0.72% 今年的电价呢还上涨了平均11% 物价也都全部在上涨 又再一次的打脸 还有就是大家这个非常生活上需要的蛋 这些缺蛋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两年了 但沉急中呢保证说一再的跳票 这个蛋价还是在涨蛋荒还是无解 所以根本就是在打脸 所以呢时事评论员这个李勤果呢 他就说了6000元的现金小确信 掩盖不了民众生活就是这么艰困的窘境 而且暴露出来蔡政府呢对民生的困境是一筹莫展的 还有他谎话连篇的恶劣的治理 好另外呢就是时事评论员张雨萱 他认为说最莫名的就是把这个新生儿同样也纳入了 不管是金额或者是条件 完全就背离于当初还税渔民这样初衷 只成了政策上的买票了 好我们就来看到呢普发6000元要上路了 最快领钱的攻略也大曝光 从今天开始上网登记之后 总统公告5天之后 登记路障的人就可以看见前进户头 ATM呢领钱虽然是比较慢 但是不用排队手续是最简便 另外呢邮局领钱都会比ATM领取晚7天上路 要如何拿到最快的6000退税攻略大曝光 其实从3月20号起 偏向地区就能开始造册登记 3月22号陆续开放网路线上登记 想要拿到钱关键就在 总统公布预算生效后5天 包括登记入账 公务员的直播入账 户头中就会出现6000 而目前评估大约4月6号左右 换言之登记入账能让您最快拿到钱 而选择ATM的人在总统公告后的14天 可以到有橘色标签的ATM领取 而这个方式手续最简便 而至于想到邮局排队领取的人 则得比ATM领取再晚7天 才能领贵零6000 登记就比较快拿到钱 就是虽然要上网去给人挤网速 但是比较快拿到钱就比较开心 早晚都会入账 那ATM方便反正是直接按一按 因为上网我怕人很多 已经退休了都有那个 户头直接不用登记直接入账 周三22号开始身份证为数0和1的民众 可以开始上网登记 看清楚极大管道和时程 才能最快便利零6000 记得张耀辞 徐国豪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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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